这是一条美得像水彩画一样的奇楼老街 文明路 从文明路到文德路 有众多的文化古迹 又是自画艺术品的批发集散地 我们现在要去的 便是由广州画廊之称的文德路 在广州没有任何一条街道 可以取代文德路的魅力 如今文德路还是广州的文化第一街 街上的文丸自画店还有三百多家 在一些自画店的门前 人随处可见 文人店主计息的会好 他与北京琉璃厂 南京夫子庙 上海城隍庙齐名 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产品集中地之一 他还有另外一称 广州的文脉所在 热闹却波澜不惊 这是挂满了无声加勉的一所百年学府 广州市第十三中学 文德路是明清时期 两广地区举行相识的场所 也是读书人心目中成就功名之路 因为考生云集 便衍生出许多和文化相关的产业 逐渐成了文化一条街 近千年历史的寒墨池 是攀于学宫的遗址 1933年建成的孙中山文献馆 从外部看 是绿瓦红墙的中式建筑 但内部又透出某些欧洲宫廷建筑的影子 人要有浩然之气 城市也一样 而广州的浩然之气应在于此 要找高档艺术品 要到这里的广州市文物总店 它是解放前多家古玩店公司合营过来的 包括镇板桥张大千等一些名家的作品 也可以找到 90年代生意好的时候 全国甚至欧美东南亚的客人 也经常穿梭过来买画和表画 若出得起价钱 熟门熟路的商家还可以联系名家 为你特别定制 这里是新建的大型艺术品交易中心 东方文德广场 本口的咖啡馆都溢出满满的艺术气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清末到民国 文德路一直是书香之地 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自画品类相当的齐全 既有名家名品 也有普通人都消费得起的 中低端书画作品 随便走入一个巷口 都有东西让你停下目光 去看一看 它和北京路仅一阶之隔 没有北京路繁华 没有山下酒热闹 但是却有它独特的美